萨古鲁提出了一个在生活中影响深远的问题 结婚还是不结婚 什么是成功婚姻的基本要素 他说 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 是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人作为伴侣 试图找到完美伴侣是在期待不可能之事 婚姻中之所以会充满争吵 是因为人们在这段关系中要分享很多东西 问题既不在于婚姻 也不在于男人 女人 丈夫和妻子 你在任何被迫需要和其他人分享很多东西的情景中 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试图找到完美伴侣是在期待不可能之事 在婚姻或者同居生活中 你总是需要共享同一个空间 每件事都是这样 所以每天你们都在这事那事上相互踩脚 在其他的关系中 如果某个人越界了 你可以再拉开一段距离 但是在婚姻关系中 你没有选择 重合的地方越多 摩擦的可能性就越大 有很多伴侣很美妙地生活在一起 彼此深深相爱 对彼此来说 对方都是极好的伴侣 同时这段关系也有秘密争鸣的时刻 一个助长因素是 外人永远不知道门后的家丑 如果有人在街上踩了你的脚 你的反应会不同 因为大家都在看着 但是在婚姻关系中 没有外人在看 所以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婚姻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找到什么完美对象 这个星球上也没有完美的人 你所需要的是全然的诚实 不管有没有人在看 你都应该一样 无论你在哪里 或你与什么人在一起 你的为人都不应该改变 一旦你树立好自己存在的方式 与他人的互动就可以充满快乐 另一方面 如果彼此之间想要索取 只要你们之中有一个人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 那么矛盾就会一直发生 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你需要仔细考虑 需要有一个人在身边 是一时的兴趣 还是一种强烈的需求 不是每个人必须要有个伴 也不是每个人必须要独身 这是每个人需要自己考量的事情 你只应该在这种情况下结婚 内心有一种 没有伴侣自己就不能活的强烈需求 并且认为婚姻是通向幸福的奠基石 结婚本身没有任何错 但是如果你并没有这种需求 却也去结婚 那就是一种罪行 因为你会给自己和至少另外一个人 带来痛苦 如果人类面临灭绝的危险 我们会建议大家都去结婚 但是现在人口数量正在爆炸中 如果你不制造下一代 那你是给人道事业帮了大马 暂且不谈这个 重要的事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结婚 当人们问佛陀 我应该有一个伴侣吗 佛陀说 与其与愚人同步 不如独自前行 我没有这么冷酷 我说如果你找到一个和你差不多的愚人 那么有些事情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这得来源于你的真正需求 而不是因为社会的声音 不是因为别人都结婚了 也不是因为你担心独自一人 伴侣关系或者婚姻关系 并不会解决关于存在的问题 它只是解决了一些你的需求 你对你的伴侣有什么意图 它不应该是 如果我迷失了 让另一个人陪我一起迷失 如果你有强烈的身体情感和心理需求 那么你应该寻找一个伴侣 你不应该仅仅为了社会和经济原因而结婚 另一点需要记住的是 你结婚是因为你需要支持 这种支持可以是身体上的 情感上的 心理上的 社会上的 或者经济上的 无论什么原因 你不应该出于同情而和别人结婚 你结婚是因为你的确需要某些东西 如果另一个人愿意为你提供这些 而且你带着感激而活 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摩擦 不要寻找理想的男人或者理想的女人 没有这样的人 如果你明白是出于自己的需求 而要寻找一个伴侣 就找一个能和你比较合拍的人 如果你接受 尊敬 爱 包容 关心 并且彼此负责 那么这会是一个美妙的关系 刚才能看到一个美妙的关系 当然 在我们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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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变成了 你能想想看 当一起变成了